听说五一假期撸串已经排不上队了 实在排不上队 咱们就换个思路 走 今天咱们一起去国家典籍博物馆吃点精神食粮 今天咱们来看这个邂逅多彩大名1573主题文物展 海报上的这个金冠啊 是一个重量级的文物 等会儿呢 我们就可以一睹它的真容 在古代呢 一个朝代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建立往往离不开理智 古代理智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就是可以通过车马服饰等器物来分辨身份 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文物看到 明代宫廷生活日常与礼仪的规范 在我身后的这个金益上官呢 就是被印在海报上的重磅文物 十三林的镇馆之宝 这个文物呢不可以被带出北京 只有在北京能看得到 我们来看一下帽子上的这两条龙 这个龙林一共有8400片堪称国宝 万历朝后期政治局面呈衰落之项 而文化和艺术依旧蓬勃发展 比如说非常有名的《本草纲目》 《徐侠客游记》 都是诞生于万历年间 万历皇帝呢 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爱喝酒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杯子 这个就是当年用来喝酒的器具 那么万历皇帝呢 也号称是 每餐必饮 每饮必醉 如果你是一个酒文化的爱好者 这套流经的酒具 你一定要来现场看一看 晚明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 商品经济空前繁荣 在我的身后呢 就是从南澳一号打到上来的这个瓷器文物 那我们可以看到 由景德镇生产的这款瓷器啊 虽然经过了海水的浸泡 但是呢 它的表面依旧非常光泽鲜亮 而在它旁边的这个盘子呢 可以看到 因为常年海水的腐蚀 已经失去了光泽开始发挥 所以说景德镇的这个名头啊 是扎扎实实有真功夫在里面的 那由此也可以从侧面的见证出来 在当时我们银间的这个手工业 发展得非常好 逛完了这一大圈呢 我们就来到了这次展览的尾声 可以看到 在我的身后啊 有一个小桌子 在这个桌子上呢 有很多精美的印章 在参观的最后 可以盖下印章 给自己做个纪念 万历48年 是极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一段历史 经济繁荣 文化昌盛 更多的历史细节 快来国家点击博物馆打卡 来一探究竟吧